還有一個事情也是聽起來 非常非常荒謬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 居然有明代抱怨 他跑白包的時候 商家不理他 我說商家 不是就是人家焦頭爛耳的嗎 這個讓人家大開眼界 小綠 大家都講 時代力量是小綠 小綠的高雄的議員林玉凱 他在臉書上發了一篇文章 他非常生氣 而且是沒有頭 沒有尾 他直接說 富文你發來的 結果你去上香 連理都不理 那你發負幹嘛 這種企業客服有夠差 他還說這狀況是 到現場問家屬說 大哥我方便替這個老先生上香嗎 對方說知道了 然後他轉頭叫另外一個 然後開始聊自己的 其實我有點懷疑 他遇到這個人 會不會根本不是家屬 就是他可能是其他人 你問錯人了 所以他叫了一個真正家屬的 來處理你 那底下有網友就說 跟他說你跟我都不常來往 多辦幾次我一定會常來 這個網友是有點刻薄的 評論 然後林宇凱說拒收以後通通都不要發給我了 甚至他還限制了哪一些人來回應這些帖文 因為大家開始罵他說你明代你做服務的 怎麼變成要人家來服務你 這不是很奇怪嗎 林宇凱還特別講說我跟家屬問 可不可以方便祭拜 對方是直接轉頭忽視不管對象是誰 我都是感覺是不被尊重的 網友就說你是怎麼樣瞧不起紅白鐵 家有喪事大議員來了 還要滿臉笑容對著去招待你嗎 你是要奉茶還是要怎麼樣 我也不懂我也不懂說 他希望的待遇是怎麼樣 所以商家跪下來迎接他說 歡迎大議員來到我們現場 他有特別解釋說 其實我後來就是默默拱手拜完 就跟這個家屬離開了 也沒有多說什麼 不然呢 不然呢 你是希望這個往生者站起來 跟你講幾句話嗎 沒有其他對話 沒有多說話 沒有多餘動作 臉書發文講的是 禮儀公司發副文的做法 可能欠考慮 所以他有特別講到說 企業客服有夠差 那你要罵就罵清楚 你就take個禮儀公司 救人事實地物的描述 沒有人 沒有時 沒有地 到底公審了誰 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等於說被罵到發 罵到炸了 再度出來解釋的時候 都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罵 我覺得其實這樣當議員 也會滿辛苦的 所以後來人家也做了梗圖 今天去參加公祭 他這個話 這個應該是日本的圖案 趴在地上說 都沒有人熱烈的歡迎我 等於做梗圖來庫守他 當然很多人就會想到 其實一樣在高雄 以前非常有名的朱新宇立委 他最經典的事蹟 就是他去跑白包的時候 他會到商家 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就開始一路跪著嚎啕大哭 慢慢的跪著爬進林堂 哭得比家屬還淒慘 別人來上鄉的還以為說 朱新宇就是他的家人過世 但是人家是做這樣 當然這個是太極端的例子 只是你別忘了這種事情 你就是在做服務 怎麼會變成說 你還要人家招呼你什麼什麼的 議員你們跑白包的時候 有這樣嗎 奢望商家要很開心的歡迎你 不可能開心的歡迎你 終究人家是商事 那我覺得民意代表會收到賦文 還會去POFB 就有一種情況就是你要追到王者 或是你要告慰家屬 你要覺得說跟他們有什麼淵源 然後覺得說這樣子有點可惜 那你今天PO了半天說 我是針對禮儀公司 可是你看他描述的過程是說 我到了現場我問家屬 可不可以先上鄉 他認為那個是家屬 可那個人到底是家屬 還是禮儀人員 他恐怕也很難確定 而且他說要先上鄉就表示 他不是在賦文裡面的 公寄時間到的 你如果是公寄時間到 一般都是先加計後面公寄 公寄一定有禮儀人員會按照順序 或是家屬排訂的順序 來宣告說 譬如說臺北市議員誰 高雄市議員誰 請你鞠躬 那你一定是事先到 事先到基本上 你就不是按照復文所公告的時間 是你為了自己的時間方便 或是你方便不然配合 希望家屬能夠讓你先上鄉 先製個意 那照理說 你應該就要尊重家屬的意願 因為你已經不是按照人家 公告時間來 那你又去PO這個文 雖然事後解釋說 我是在怪禮儀公司安排不恰當 說實在話 今天發復文給你的人 家屬都未必定認識 有些時候他是為了說場面好看 為了告慰王者 所以希望多邀一些民意代表 或公眾人為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功績 可是現場的家屬 當然是以安排後事 跟相關的禮儀程序為主 沒有人有心思去招呼你 即便是達官險要 那都是禮儀公司人 來負責做安排的 所以你去PO這個文 去怪人家 然後事後所謂的公審說 是因為王浩宇去給他留言說 你這樣子好像在公審家屬 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要出來解釋說 我也沒有留特定的對象 沒有留特性的名字 不是公審 可是你光是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這樣的PO文方式 你的心態就不正確 而且 我坦白講 我個人覺得還有一種狀況 因為我們也有家人往生過 他突然在這個公審的時候 來了好多我們根本不認識的人 然後他說是他某某議員 某某里長的誰誰誰的 這個主任辦公 辦公室主任等等 其實我懷疑 他說他是這個禮儀公司發的 那如果禮儀公司發給你 你也不知道你是要抱怨禮儀公司 顯然你對這一個死者 或者他家屬裡面 你不是那麼熟 既然不是那麼熟 禮儀公司發給你 你不管熟不熟 你都本人到 那也蠻特別的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沒那麼熟 只是礙於顏面 或是礙於是選區的選民 你可以送電子晚簾 你可以送花 或者說你派助理去 那你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自己去 就不要去怪家屬說 好像人家忙著辦喪事 沒有去招呼你 我覺得真的很不恰當 另外朱欣宇那個東西 我還真的是見聞過 我們其實臺北市 你有親眼看過 對 因為我以前幫林毅芳 是在高雄跑過一小段時間 那我們自己臺北市議員 有的議員碰到某一些地方上的長輩 即便不是自己的親屬 也會有人下跪 那通常我們議員只要看到 現在嗎 對 現在 臺北市 對 臺北市 臺北市現任議員 可是通常我們這些議員 因為他會按照他順序 通常有人一下跪 我們在後面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他說他下跪 那我們說要跟他跪 這個呆議員你沒有跪 沒有誠意 我當了二十年 將近二十年議員 除了自己的長輩之外 我有跪過一次 那是一個非常照顧我的老里長 因為他從我將近二十年前 剛當議員 他就很照顧我 所以他往生的時候 我在他臺前有下跪 就那麼一次 至少旁邊的人不會覺得太突兀 那如果真的像你講的時候 你在場其他的議員 已經下跪了 那你們怎麼反應 那個真的沒辦法 你沒有跟人家交情 我說句實在話 我們要跪還真的跪不下跪 不是我們對死者不尊重 而是你們那個交情 你用下跪的方式 尤其像朱熙 他是跪著爬進去 而且還是嚎嘎大哭 我覺得有時候也許在中南部 比較重人情的地方 大家會受用 可是在都會區 有些都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還有另外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也覺得 照理講屏東應該不是都會區 但是屏東的選舉我真的看不懂 整個顛覆了我的這個想像 現在有個最新的證據 因為周春米民進黨的屏東縣長 這個可能會參選的人選之一 也就是現在的縣長 非常唯一支持的周春米 他被爆料一直說 因為我們有什麼抹紅什麼 他是抹籃 就是說國民黨都支持他的 都是國民黨在這個地方派系 跟他有這個掛鉤 有這個把他掛在一起 那都都是耳聞傳說 但是現在有爆出了最新的 甚至我覺得這應該是影片 只是現在媒體流出來的 是截圖而已 因為記者的描述 感覺好像是看過影片而寫的 那這個照片裡面 他講得很清楚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國民黨的 這個屏東的議員 叫曾義雄這一位 那旁邊是他的助理 拿著這個大字報 大字報教你的說第七問 就問到第七題了 現場還有人指這個 唯一支持周春米 這個可能是教大家說 要怎麼回答說 不管你支持誰怎麼問 為了確保安全 因為他有時候題目會掉 他就說不管你怎麼問 就是說我唯一支持周春米 這樣子 就是底下的這些支持者 一定要記勞怎麼回答 因為他們可能跟藍的 可能跟綠的人自己比較 不管怎麼比 你就要講我唯一支持周春米 那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當然我可能等一下也要請兵哥 幫我們解答一下 國民黨的議員去幫民進黨的立委 去介入他們的現場初選的話 這個國民黨的黨紀 沒有相關的處理 民進黨的黨紀沒有相關的處理嗎 還是說他們可以說 這個他自己 他特別說明一下 我忘了講一個重點 這個場合是什麼場合 根據媒體報導 這個場合是周春米立委公投說明會 所以應該是在去年十二月 十一月的期間辦的 本來是要講公投的 所以講到一遍突然變成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然後跟底下的人講說 你們這個初選唯一支持周春米 曾義雄是誰呢 他是屏東的議長周典論的人馬 那他這個2018年屏東縣長選舉的時候 力挺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蘇清泉 所以也有人講說 會不會他覺得周春米比較好打 所以也許是幫蘇清泉整理了一個人馬 這個大家可以各自解讀 來看到下一個 當然我也聽到他們電話敗選民調 就教學的版本我聽得也蠻有趣的 其實我聽過好幾次 那這個版本又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他教這些民眾不可以多話 不要多問 不要沒有耐性 因為很多人沒有耐性問的題目太多 不要發脾氣 簡單回答 不要有情緒化 而且電話響五聲一定要接起來 我覺得阿公阿嬤很辛苦 萬一電話你離你圓 還有五響之內幫他接 這個是我第一次聽到的 因為一般好像想到人家接 但是他五聲之內一定要響 然後這個以下我就有些都知道了 比如說你是住家公司 他聽到如果你不是住家 他就不要 因為他要的是選民 那請問你住這邊 還是你屏東有沒有投票權 你一定要回答說我住這裡 我戶籍在這裡 我有投票權 他才會繼續問你 那只是個地方 我可能也要問一下兵哥 為什麼一定要說 最好是回答屏東是 如果其他的這個區域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好 這個我不知道他的差別在哪裡 他說目前你的支持誰 不管怎麼問你都要回答 周春明要參選 那最後要講我唯一支持周春明 這照片在這邊 這個可以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那曾英雄這個爭議爆發之後 他說沒有沒有 大家不要亂想 不要想那麼多 我只是單純還周春明的人情 被刻意放大了 怎麼會這樣 但他沒有否認他真的有做 這樣的一個教學 所以等於說他是承認 在更早之前 因為我們說這個可能在去年 十一月 十二月 在去年的五月的時候 其實就有屏東縣政府的 縣長室的秘書一樣 在公開做電話教學 那周春明本人他其實 今天上廣播的時候 也有特別解釋 那他解釋也蠻妙 他說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你們台北看國民黨跟民進黨 打成一片 但其實在我們屏東 我們沒有在分藍綠的 而且他一直強調 他大概講了四五次 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我是法官 我來聽一下他說法 沒有什麼指定 大家現在還在競爭 如果真的要指定要怎麼指定 對 我無從去想像指定 這個不是所謂的行政不中立 因為我沒有什麼安靜 或者是說縣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對我比較好 因為沒有這種問題出聲 但現在講的是說 啊 縣政府的活動 他們不能參加 都我在參加 其實我真的奉勸 就是說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以前的臉書 然後再去看一下其他委員的臉書 大家以前參加活動就是我啦 在地方上 其實大家藍綠沒有分那麼清楚 平常是大家做工作 學部 高邊 幼俠團 沒有人在分藍綠 所以說有時候你也是需要一些友軍嘛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我是念台大法律系的 我是在台大自由開放的校園 我所累積的民主的養分 所累積的法治的養分 我自己有獨立判斷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非常訝異知道說 原來在屏東是沒有分藍綠 藍綠都是友軍都是一家人 還可以互相幫忙 我真的 兵哥我想請教 這到底藍綠之間 有沒有對這種行為 有做黨紀的約束 我現在滿遺憾的 因為我不是台大的 所以我大概 我念書都受到專制獨裁 就是你的校園 是專制獨裁的校園這樣 所以我台大才是自由民主開放 他到底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而且還非得台大法律系 我是覺得很奇怪的就是說 對 在地方上藍綠 可能並不會像 尤其在美光燈前面那樣 劍拔弩張 有的時候大家可能是好朋友 可是彼此還是有各自 自己的黨的主義主張理想 還是不一樣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上次請教一下 周春明你怎麼不去支持蘇清權 大家都可能是朋友 你為什麼不支持他 那人家議員來幫你 那上次議員選舉的時候 你怎麼不去幫他站台 對不對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那我就覺得這件案子 離譜 離譜在哪裡 國民黨的議員 甚至連國民黨的 就是現在暫時被停職的 屏東市長都去 不只是站台而已 這已經比站台還要離譜了 他就直接幫他開說明會 然後講解 叫大家怎麼去支持他 而且從去年五月開始 我想周春明你上 光晉節的節目的時候 應該直接講說 鐘瑞熊我這個局布了一年之久 你怕了吧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這麼早之前 就在搞這個事情 而且你現在這東西曝光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蔡英文看了一關很生氣 為什麼 原來公投的時候 你不是努力在幫我宣傳公投 你都在幫自己個人打算 你根本就沒有 不在幫我搞公投 所以這個人完全 周春明完全為自己在著想 但是我覺得 現在有一個大問題 什麼大問題 就是這兩邊恐怕都有黨紀的問題 理論上來說 就是國民黨如果自己要去幫周春明 對周春明來講 本身應該沒有黨紀的問題 理論上來講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他跟國民黨的勾結如此之深 這已經到 這個人都不只是幫你站台 直接來幫你辦說明會 你跟他之間到底什麼關係 那你國民黨的這一些黨員 還是從政同志 你們直接去幫人家辦說明會 對 那你們又到底在幹什麼 國民黨都沒有紀律了嗎 那至於剛剛主持人問說 屏東市那個問題 他們應該是限定區域的 就是電話打的時候有限定區域 如果你不是在這個區域的 可能他們就認為不是這個區域 就把你排除 就把你排除掉 不在這個統計範圍之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糟糕 這個一定要徹查到底 我覺得兩黨不要給我禍心 更多精采的話題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 接下來 這邊有一點點 親朋好友 我們要握個日子 アホ 今天 親朋好友 저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